已知坐标平面上有一长方形ABC珠 其坐标分别为00、20、21、01 经固定B点 并将此长方形依顺时针方向旋转 如图2所示 若旋转后C点坐标为30 则旋转后珠点的坐标为何 我们将图形放大到这边来 题目告诉我们说 这个长方形经过旋转之后 C点它会落于30的位置 那么我们就将它给标出来 新的C点叫Cprong 它位置在30 那么原本的图形就会被旋转成这样子 那么旋转完之后 珠点在哪里呢 珠点经过旋转之后 它会到这边 所以这个新的珠 我们就叫它珠prong 那么这个珠点的坐标是多少 我们该怎么看呢 我们先观察原本的长方形 标出来的AB珠的坐标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B点坐标在20的话 也就代表AB线段长为2 这个线段长为2 那么珠点的坐标在01也就代表说 珠A线段长为1 旋转的动作并不会改变长方形的长和宽 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长方形的长还是维持在2 这个线段还是为2 宽还是维持在1 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珠点的坐标 也就是C点的坐标向上两个单位 所以说珠点坐标就是30向上两个单位 珠点坐标找到了它应该为32 所以这一题答案为C选项 就在2002 Cherni 4 1 2